德國中國累計確診突破200萬 但日新增超過2萬2千例 由於疫情嚴峻 萨克森邦麥森市的火葬場異常忙碌 等待火化的棺木堆了三層 一名護士表示 除了感染病毒死亡 也有人孤獨而死 上月底德國開始給醫護人員 和養老院等高風險人群接種疫苗 不過據調查 只有一半的醫護人員準備接種 俄羅斯累計確診超過348萬 死亡64,495例 週五通報 過去24小時新增24,763例 5,534例在莫斯科 當局下令 下週起向所有民眾開放疫苗接種 印尼週五新增12,818例 創單日新高 累計882,418人感染 25,484人死亡 是東南亞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當局本週緊急授權 使用有效率僅50.38%的中國科興疫苗 不過近期民調顯示 只有37%的印尼人願意接種 巴西總統波索納洛 週四宣布本月啟動疫苗接種 但對疫苗有效性表示懷疑 波索納洛強調 接種疫苗可能有副作用是自願的 新唐記者李梅 陳海月綜合報導 破壞 由於 好部對疫苗接種